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办法公布 2025年1月1日起 用15年时间 逐步将不同人群的法定退休年龄 分类推迟三到五年 夜线约见 延迟退休的渐进之路 台风被逼加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 预计中秋节前登陆 上海等日启动应急响应 对恒大地产年报及债券发行审计工作 未勤勉尽责 财政部证监会宣布 对土华永道罚莫4.41亿元 大车去杭州萧山机场 加收过路费呈前规则 过路费之争何时休 总台记者走访调查 SpaceX完成人类首次商业太空行走任务 两名呼舱者均非职业宇航员 开启资讯大门盘点全天新闻 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收看新闻夜线 我是张希 各位好 我是林木音 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夜线资讯之旅 首先来看时政调文 市委书记陈吉宁今天会见了丹麦诺和诺德公司 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周富德一行 陈吉宁介绍了上海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相关政策举措 他说我们将以更高效对接 更优质服务 更便利条件 支持企业在户实现更大发展 周富德表示 上海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目标方向清晰明确 坚定了诺和诺德秉持长期主义 在户投资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今天上午市委书记陈吉宁会见了 美国新思科技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盖斯新一行 陈吉宁说 欢迎新思科技持续深耕上海 携手合作伙伴 加强技术交流和协同创新 更好赋能中小创新企业数字化转型 共同打造更具竞争力的产业生态 盖斯新表示 公司坚定在户深耕发展 愿携手合作伙伴搭建服务平台 营造开放生态 更好助力企业转型升级 2024年教育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战略会商会议昨天举行 总结去年布市签约以来的进展 就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 深化高等教育两个先行先事重点任务进行会商 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 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出席并讲话 怀进鹏指出 教育部愿同上海市进一步加强合作 深入推进两个先行先事 推动上海在建设教育强国各项任务中 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龚正说 上海要紧紧依托部市共建机制 全面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 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打开夜间封面 今天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了 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 并对外发布 退休年龄具体怎么延 何时开始实施 详细内容请穆英为我们带来 好的 张希 此次改革是职工法定退休年龄 自上个世纪50年代确定后进行的首次调整 坚持的原则是 小步调整 逐步到位 弹性实施和自愿选择 具体来看就是从明年1月1日起 我国将用15年的时间 逐步将男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 从元60周岁延迟到63周岁 将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 从元50周岁 55周岁 分别逐步延迟到55周岁 和58周岁 而改革目标也不是一步到位的 而是渐进式推进 男职工和原法定退休年龄 55周岁的女职工 每四个月延迟一个月 我们可以这样来简单做一个计算 明年1月距离退休还有多少个月 用这个数字来除以4 就是将要延迟退休的月份数 上限是36个月 而对于原法定退休年龄 50周岁的女职工是每两个月延迟一个月 计算的时候呢 要把这个除数改成2 而且延迟退休的月份数的上限是60个月 我们具体来看案例 以男职工为例 改革前退休年龄为60岁 改革后1965年1月至4月出生的 法定退休年龄提高一个月 即60周岁零一个月退休 而1976年9月至12月出生的 法定退休年龄提高三年 即63岁退休 原退休年龄50岁的女职工 改革后1975年1月至2月出生的 法定退休年龄提高一个月 即50周岁零一个月退休 而1984年11月至12月出生的 法定退休年龄提高5年 即55岁退休 原退休年龄55岁的女职工 改革后1970年1月至4月出生的 法定退休年龄提高一个月 即55周岁零一个月退休 而1981年9月至12月出生的 法定退休年龄提高三年 即58岁退休 在统一实施延迟退休基础上 也允许职工达到最低缴费年限后 可以自愿选择弹性提前退休 提前时间最长不超过三年 且退休年龄不得低于 原法定退休年龄 也可以在单位与职工协商一致的 前提下弹性延迟退休 延迟时间也是最长不超过三年 比如说1981年9月出生的 原退休年龄55周岁的女职工 改革后新的法定退休年龄为58周岁 他们未来可以选择在55周岁到61周岁之间退休 1976年2月出生的男职工 新的法定退休年龄为62周岁零十个月 如果往前三年 就已经低于原来60周岁的法定退休年龄 按照政策规定 最早也只能在60周岁退休 具体退休时间 参保人员可通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站等途径 线上查询 也可以拨打12333咨询热线 前往社保经办机构窗口等线下方式查询 那有关延迟退休政策的更多解图 今天我们在演播室邀请到了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养老金分会副会长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惠普养老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陆锦飞教授来进行解析 陆教授您好 您好主持人 大家都觉得这个政策 现在的退休政策已经70年的时间了 大家都觉得已经很熟悉了 为什么要去改它 恰恰是因为我们现在的退休年龄制度 是1951年制定的 到现在真的是已经70多年了 堪称是中国应该是建国以来最稳定的政策之一 那么在我们这70多年当中 我们的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们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 那么其中一项重要的成就 也是世界人类发展指数的一个重要指标 就是叫人口预期寿命 我们中国的老百姓 从刚刚就1951年那个时候 制定退休年龄政策 那个时候的人口预期寿命 大概是53岁左右 到现在我们8月29号 国家卫健委刚刚出台了相关的统计公报 对吧 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的平均预期寿命 已经达到了78.6岁 也就是说相比政策制定当时70多年前 我们现在呢 已经比原来多活25年了 所以那么在这个这样的一个 当然我这个说法呢 就是相对来讲 就让大家更容易理解 就是我们的人口预期寿命 已经有了大幅度的延长 那么我们相应的退休政策呢 其实也应该是有对应的调整 才符合我们国家现实的发展形势的 实际上是和人口的整体年龄变化 预期寿命的年龄变化也是有关系的 对的 因为我们的这个 咱们的基本养老保险呢 因为它是具有福利性和社会性的 它是保终生的 就是说 它跟我们的商业保险不一样 商业保险是你买多少领多少 可能领到多少岁 就领多少年就领完了 当然也有那样的终生年金 但是对于我们的基本养老保险 咱们的做法是 您活多长 可以领多长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鼓励大家好好锻炼身体 健康长寿的一个政策 那刚刚说的是 目前已经延到了最长到63岁 就是未来 人的预期寿命肯定还会再增长 那会不会政策还有再调整的空间和可能性 因为我们现在这样一个调整政策 就是顺应了我们国家这个人口发展的 这个现实趋势而不得不改的一个措施 因为基本养老保险 因为它的制度的根基体现在是 因为我们采取的是先收先付制度 那么是由年轻工作的一代来供养上一代的老人 那我们现在的人口发展 我们知道我们的人口的这个老龄化 我们其实是从2000年前后就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而在2020年的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时候 我们就是已经在老龄化边缘 然后我们现在其实已经超过了世界银行所规定的 就是我们通行认可的65岁上人口 占人口比例14%这样一个比例 所以其实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中度的这样一个老化社会 所以这个老化社会就意味着我们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 但同时呢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 也就是说干活 然后在社会上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年龄人口呢 确程下降趋势 这样的一个对比关系呢 就使得我们的基本养老保险的这个可持续性承受压力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我们现在的政策调整的是我们人口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 这个可能希望我们的咱们的这个普通老百姓 我们要了解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活得更长了 所以我们需要对相应的政策做一个适应性的调整 那么未来会怎么样呢 可能要取决于我们整个人口进一步发展的一个趋势 那这个人口老龄化不仅是中国独自面对的问题 世界各国呢都在经历人口老龄化的进程 也都在积极进行相应的政策改革 其中也包括不断的调整和延迟退休年龄 大家可以看看我们周边的德国日本 那么他们的目前的退休年龄 还有未来的发展的趋势 我想大家应该可以有自己的判断 另外我们这次用了一个渐进式 就是不断的变化小步去走 为什么采用这样的方式 其实我仔细看了咱们这个的政策文本 我是觉得真正是体现出我们 怎么讲就是我们的国家和政府 是以一种极大的耐心和责任 来考虑我们老百姓的切实感受 因为如果说我们持续了70多年 最稳定的这样一个退休年龄政策 一朝而改 对于老百姓的感受是冲击会比较大 所以我们采用的是这样的一种渐进小步的方式 我们每四个月延迟一个月 或每两个月延迟一个月 让大家临近退休的人感受不是那么的明显 从而降低我们这个政策推行的这样的一个阻力和难度 也让我们老百姓的有更充足的时间来做提前的预备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弹性退休 前后各有三年 合在一起实际等于六年的时间 为什么要有弹性退休呢 我们讲的叫弹性自愿渐进式改革 我们法定退休年龄 那么其实退休年龄这件事呢 因为我们从这个学历上讲 我们考虑是如果我们能够还我们的退休决策 这样的一个个人家庭决策给个人的话 其实更体现了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包容性 我们以前这么多年实行的是一刀切的政策 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决定权还给我们的老百姓 让老百姓自己来决定我什么时间退休 当然这样的一个决定呢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推行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的政府还是非常的谨慎和小心 所以我们采取的是前后各三年 这样的一个小步慢走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把这个权力慢慢的回归给我们的老百姓 那未来这个弹性的空间会不会也变得更大 我是觉得从领取养老金的 法定养老金的最低年龄来讲 应该不会太低 因为我们的就算是现在的弹性 最低也不能低于原来的法定退休年龄 就是这是一个底线了 一定是一个底线了 那么未来的更长的延迟退休年龄 有可能根据我们的现实需要 可能我们接下来 这个预期说明越来越长 我们的老百姓也有这样的一个 这个想法的时候呢 有可能会有一定的弹性空间 刚刚呢我们是对于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呢 进行了讨论那决定呢还对养老金最低缴纳的年限等内容 进行了调整那具体情况呢 我们请慕音为我们带来 好的 张希 根据决定职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 从2030年起 由15年逐步提高到20年 也就是说 2029年12月31日前退休的人员 最低缴费年限的要求不变 还是15年 此外呢考虑到大龄失业人员在就业的难度较大 决定提出对领取失业保险金 且具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一年的人员 领取失业保险金年限延长至法定退休年龄 在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期间 由失业保险基金按照规定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 免除其后顾之忧 使其平稳的过渡到退休 那么总体来看呢 决定明确国家健全养老保险激励机制 鼓励职工长脚多得 多脚多得 晚退多得 同时呢 也要为有需求的人群兜住基本的底线 张希我这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的 慕音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请陆老师来跟我们做一个相应的解读 刚才我们提到的更多的是关于养老金的缴费年限的延长 我们注意到延长是从2030年开始的 不是从明年马上开始 为什么要等到2030年 这个政策其实也是体现了我们政府在周到的考虑 我们老百姓对于这样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感受度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因为延迟退休延迟最低的缴费年限就意味着我需要缴费工作更多更长的时间 对吗 那么在人口预期寿命不变的情况之下 其实也意味着我可能会领取更短的时间 所以这件事情可能对于老百姓他感受上来讲 会不会说我的福利会有下降呢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我觉得咱们政府呢采取这种非常温和的方式 我给你留出五年的这样的一个过渡期 让你充分的来进行心理和财务上的准备 而且呢我们国家因为前面最低缴费年限15年 这个政策实行了多年 从一开始到现在就没有变过 那其实我们很多老百姓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感觉 就是我交购15年就好了 但事实上它是一个最低的缴费年限 而我们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呢 是需要我们老百姓有更多前期有更多的积累 才能够支撑后面越更长的这样的预期渔寿的 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上我们来看 就是这样的一个缓冲期的引入呢 非常有利于我们老百姓可以在较长的时间内 来合理安排好自己的这个养老的规划 而且咱们的政策 刚才咱们的主持人也谈到了 政策其实非常周到 我们考虑到了我们的失业人员 对吧在领取失业救济金的这样的这个人群当中 他们可能临时处于这样的一个就业和经济的困难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咱们的政策也很包容 那如果在距离这个退休年龄还不到一年的情况下 你就可以一直延迟继续领取你的这个失业救济金 因为根据政策失业救济金它是领取有时候最高月份的 那如果超过了的话没关系 我们这个政策允许这些暂时处于经济困难的人 继续领取失业金直到能够平稳衔接过渡到可以领取养老金为止 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就是很多人的感受 可能会觉得延长了之后会不会交的时间变长了 领的时间变短了 到底会不会出现这种局面 在人口预期寿命不变的情况之下是这样 但是我们的人口预期寿命在不断的延长 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数据呢 基本上OECD国家是每十年会延长两岁 我们国家会比这个快 我们国家的老龄化程度会比这个快 这个一方面反映我们国家经济建设的成果 老百姓在人口预期寿命上 我们其实是体现出来了 是我们重大的胜利 但是胜利的代价就是 我们需要有更长的时间来进行养老 是这样的一个案子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又提出一个养老金保险的一个激励机制 就是叫做刚才说的长脚多得 多脚多得 晚退多得 这是不是也是相应的一个配套的政策 对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配套政策 就是它会扭转我们老百姓觉得 我多交不划算 我这个早退才划算这样的一种错误的观念 对于这个政策的 如果我们因为我们这个配套政策 可能还会后续细则会出来 但是我们这样一个基本的理念 告诉我们老百姓 我多交了不会吃亏 为什么 我长交多得 我多交多得 长交多得 而且我晚退了也不会吃亏 为什么 因为我晚退多得 所以这样的一个激励 正向引导的激励机制 接下来可能是我们这样的一个 延迟退休的改革 就能否最终获得老百姓 中心用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面 那怎么才能够实现这种多交多得呢 多交多得 那么我交费的时间长 在我们现在的养老金激发公式当中 我交费的时间长 那么在基础养老金这块 我激发的比例就会高 第二个呢 我缴费多 我交的多 那么在我的这个激发的基数当中 也会多 也会高 我们的养老金激发公式 那么第三个 如果我交的多 我在我的个人养老金账户当中 就会有一块叫个人账户 个人账户这块 我最终领取的个人账户养老金 也会多 所以多角多得 长角多得 在我们的这个现有的激发公式上呢 已经有一定体现 相信还会有对应的补充 那么关于晚退多得 我觉得接下来可能会是我们 政策创新的一个重点 就是我如何让老百姓觉得 我自动主动的延迟退休 在养老金上会有正反馈 我想这是我们接下来政策 要着力推动的地方 可能还会有更多的细则出来 就不断的进行完善 对的 所以说这个延迟退休 是一项系统工程 涉及到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 和民生保障也是密切相关 那这次的决定 还在配套方面提出了哪些意见 如何保障改革平稳进行 请穆英继续为我们来进行输入 好的江西 首先啊 针对公众普遍关注的 大龄劳动者就业问题 决定明确要加强 对就业年龄歧视的防范和治理 激励用人单位 吸纳更多大龄劳动者就业 用人单位 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 应当保障劳动者 获得劳动报酬 休息休假 劳动安全卫生 工商保障等基本权益 这也是我国首次明确 对超龄劳动者 劳动权益保障 作出规定 此外决定还提出 要完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 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 完善困难人群就业援助制度 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权益保障等一系列的举措 助力青年的各类群体就业 那么在健全养老托育服务方面呢 决定提出要建立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 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 当前呢不少家庭主要是依靠父母 帮着带孩子 同时还有年迈的长辈要照顾 实施延迟退休 如何解决这一老一小的问题 还需要各方面持续来完善配套举措 形成长效的运行和保障机制 桑西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的木音 那如何来更好的落实这些配套措施 我们继续请陆教授来帮我们进行解读 陆教授刚才看到配套 配套政策当中很多都是和就业相关的 那这些配套政策实施之后 会对当前的就业市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就是中央咱们出台这样的一个政策 真的是应该说是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 特别是我们大家应该是有感受 我们当前的这样一个经济形势 所以我们中央可能会考虑到 我们的延迟退休政策 会不会对现有的这个就业会形成冲击 我想这也是我们很多老百姓很关心的问题 那么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考虑 所以这个政策文件当中的 其实是有这个各方面条件都考虑到了 一个是对于年轻人 鼓励年轻人就业创业 再有一个是对于灵活就业人员有考虑到 然后呢 还有是特别提到对于招募 因为我们延迟退休就会有一些已经临退的职工 会因为延迟退休而继续留在劳动工作岗位上 那么对于这样超过原法定退休年龄 这样一个大龄的劳动者就会 他的保证他的这样的一个劳动相应的劳动保障的权益 这个他的各方面的权益 这个呢 是我们这个政策很显然下一步就要考虑的问题 那么这个我们退这个延迟退休之后呢 其实对我们国家进一步的扩大我们国家的人力资本的 这样的一个存量是非常有帮助的 我们现有的一些这个老年人 其实我们建国之后 我们这个这个教育的普及 使得我们现在其实一些临近退休的老年人 拥有较高的教育背景 然后也有非常丰富的这种经验和技术 那其实这些人 他的这个人力资本的价值呢 理应被得到充分的发挥 那么但是呢 我们知道就业市场虽然说 好像是不是有一些人没有退 是不是我们岗位就少了 其实大家呢也不用特别担心 因为其实不同人群 他所适应的就业岗位并不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我接下来可能这也是国家 接下来要考虑说我们如何分类的来调整 针对性的来这个匹配或推动 我们对应市场就业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让每个人到合适的 对让每个人到合适的地方去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各得其所 刚才说了一老一小 大家都比较关注 其中有一个很多人就会觉得 您说原来60岁退休了 回家帮着带孙子 现在63岁之前都要工作 就会不会就出现一个带孩子的人少了 这个大家可能反倒 可能会有其他一些的影响 您觉得这个怎么来平衡 这个呢它真是涉及到一个家庭代际的一个 一个就是理性权衡的问题 那如果我工作我会有 因为我还没退休嘛 对吧 那肯定是我家里边的这个小孩的照料就会有问题 特别是我们现在社会化的这个托育照料服务 还没有形成这个很老百姓非常放心 或者是能够这个非常这个价格也合适的这种情况 还没很普及的情况下 可能我们中国人的这种 老年人照料自己孙辈的这个文化传统也还在 对吧 那么这个情况确实我们调研下来 确实有很多年轻人不生育小孩 或者推迟生育小孩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会考虑到 自己这个长辈父母亲的退休年龄问题 这说明可能我们接下来 在这一个延迟退休政策的配套方面 需要考虑到对于这些 我没有延迟退休 然后我这个是不是可以 也可以出台一些政策 就是说对于家庭当中 有隔代子女要照料的这样的一种情形 是不是会有一些相应的政策来补充上 比如说我们认可这样的一些老年人 他相当于说我在家庭当中 承担了为社会照料这个 这个婴幼儿的这样的一个职能 是不是也可以等同 也可以等同他 或者说我们有一种社会上的这种认可 就好像其实西方很多国家 也有类似的这种政策 比如西方像英国新加坡 他们会有这样的政策 就是家里边的老年人的照料 我政府会给照料者发照料津贴 这个照料津贴你可以用于去市场上购买 市场上的这样的一个照料服务 就是外人来照料你 也可以用于购买自己子女 或者这个自己亲属的这种照料服务 总之呢就相当于给政府 给照料者提供工资 这样的一个说法 当然我们中国的国情比较复杂 可能对于这样的一种创新性的做法 还有待于我们各界吧 学界政府就去研究 看可行性如何 那最后一个问题 毕竟是大家都面临着70多年政策的改变 延迟退休这样的一个情况 作为个人来讲 现在怎么更好的 或者是什么时候开始规划 自己退休之后的这个养老金 包括其他的一些生活 这个事情其实我特别有感触 就是我感觉 今天包括跟各位这个记者们 前期沟通的时候呢 大家都有一个感觉 就是似乎我们这样的一种高知人群 高收入人群 可能都对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 不甚明了 我到底能领多少钱 对吧 够不够我养老生活 至于说明其实我们国家在养老 这一块我们确实还有一个很欠缺的地方 就是我们需要对普通的老百姓进行养老科普的教育 让每个老百姓很清楚自己 我现在这种情况到退休 我能领多少钱 够不够我的生活 他会有一个自我的判断 当他判断 如果仅仅依靠制度化的养老金 难以维持他理想中的退休生活的时候 他就需要提前储备 而且养老金这件事情呢 他一定要提前 因为等到你退休的时候 你就来不及了 你60岁你就来不及储备了 你提前多少 对 所以这个提前这件事情呢 就因为我们也有做过调研 基本上我们做过调研下来呢 就是基本上40左右岁 最时要开始进行养老 提前的养老规划了 因为这样的话 你才可以有15到20年的时间 来做充分的资产的储备 提前的去做规划 同时吃透政策更好的 某种程度上是学会算计 到底这个钱怎么算 才有可能更好的来规划 自己的晚年的生活 也谢谢陆教授 走进演播室所做的介绍 那延迟退休啊 事关亿万人民的切身利益 改革更是跪在落地落实落细 不仅要聚焦重点难点 即使解决职工和用人单位 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也要做好各项社会服务 民生保障 满足不同人群的多元化需求 将目标具体化 将部署明确化 才能推动改革 不断地走深走实 更好保障人民群众权益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夜线 广告之后 新闻继续 进入夜行关注 我们来关心 今年第13号台风 贝比加的最新情况 中央气象台 今天上午10点 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中央气象台 最新台风公报显示 今天晚上8点 贝比加的中心 位于琉球群岛 纳坝市东偏南方向 约630公里的阳面上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十几 预计贝比加 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 向西北方向移动 强度逐渐增强 上海市气象服务中心预计 贝比加将于16号凌晨到上午 在上海到浙北一带登陆 但是由于负热带高压的形态 位置还不太稳定 贝比加移动仍然有不确定性 其登陆点仍存在变数 受其影响 中秋假期深沉将有明显的风雨 受台风贝比加外围影响 深沉晶天再现高颜值水晶天 碧蓝的天空中 漂浮着犹如棉花糖般的云朵 阳光肆无忌惮 室外体感略显闷热 今天市区徐家会站的最高气温 达到34.4度 天气虽然晴好 但有游客已经担忧起了台风 我想定16号机票 看能不能走 我现在就不太好办 目前今年第13号台风贝比加 正向东海靠近 强度为强热带风暴击 它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 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 强度逐渐增强 预计在中秋假期登陆我国华东沿海 受其影响 深沉届时将有明显风雨天气 现在因为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因为这个台风的体量还是比较大的 登陆的时候有可能还要达到强台风级 我们还在这个密切的监测当中 现在来看的这个台风的可能在15号 后期到16号会对我们上海 弹生比较明显的风雨影响 所以中秋假期里面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台风被毙加不断向华东沿海靠近 上海约5000多个在建工地 已经陆续进入防台防训的特殊响应时间 有两座近200米高塔楼组成的 临港西岛中营金融中心 是临港地区的最高建筑 一大早作业工人正加固施工为党 清理排水沟淤泥 沙袋等物资 均已全面落实到位 由于我们项目是靠近海边 楼层比较高 而且周边没有遮挡物 同等情况下风力相比其他区域要大很多 提前部署好防范措施 成立了应急小组 超高层地标建筑做足准备 新基建项目中国电信临港新西园 也在第一时间启动了防台响应预案 作为工人我们也是设置了专业的 专用的车厌安置点 在车厌安置点期间 我们也会储备相应的物资 记者龚海运陈毅报道 受台风被毙加的影响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 今天发布天气提示 可能会在未来几天 对度假区的运营安排进行调整 在恶劣天气情况下 部分室外景点和娱乐演出 可能暂时关闭或取消 持有9月15日至17日期间 上海迪士尼乐园门票 且门票未使用的游客 若因天气原因 希望推迟游园计划 可以联系原门票购买渠道 进行退款或者改期 好我们继续关注下面的消息 中秋假期临近上海蔬菜集团 计划安排16万吨蔬菜 以及农产品批发供应总量 投放节日市场 其中蔬菜9万吨 肉果粮油等总计7万吨 确保市民的菜篮子 果盘子 节日期间供应充足 价格稳定 作为上海生猪批发的主供应渠道 西郊国际节前已深入江苏 河北安徽等主产区 与280家屠宰场积极对接 确保节日期间生猪供应充足 9月以来西郊国际的白条猪肉 日均交易量在6000头左右 比上个月每天增加400头 批发均价每公斤25元 与8月份基本持平 应对节日需求 这几天西郊江桥的 蔬菜日均交易总量 均突破7500吨 批发市场加大 对玉奶毛豆等 时令商品的供应量 批发价稳定在美金2到3元 市民喜爱的兰州云南 叶菜四大金刚 青菜 甘蓝 大白菜 生菜等 每天都有冷链车产地直送 价格也比前段时间有所回落 目前我们市场能保证 每天叶菜链能达到1300吨左右 番茄的话能占500吨左右 在水果档口 中秋的应季水果 摆在了显眼的位置 节前每天交易量超过2500吨 其中秋月梨 柚子 冬枣 柿子 葡萄等几大品种 最受欢迎 销量增加两成以上 记者梁卫浩报道 作为上海国际光影节 静安区的重要活动之一 由上海广播电视台 融媒体中心 与三星堆博物馆 联合打造的大力人来了 三星堆奇幻嘉年华文化体验活动 本周在张园正式向公众开放 其中 堆堆堆咖啡馆 围绕大力人打造了一间 咖啡家文创的快闪电 首周就吸引了大量观众前来打卡 不少限定款的文创销售一空 后续还将持续上新 中午时分 堆堆堆咖啡馆 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品尝咖啡 欣赏文创 体验古老文明与都市生活的巧妙结合 冰箱贴 书签等一系列文创产品让游客挪不开目光 最火爆的当属以青铜大力人为原型设计的爆偶 目前已售完 快闪电在紧急协调捕获中 古蜀成歌 三星半月 这些特别的咖啡饮品一杯在手 颜值与口感艰巨 开张首周 SMG主播相继走进快闪电 成为一日店长 为市民服务 9月15日起 古蜀幻梦全港官光影秀 也将在张园W4展厅和观众见面 光影秀里呢 我们也是邀请了这个法国的这个灯光团队 去打造了这个沉浸式的这个光影展 那么这个展里面呢 我们呈现的是大力人的一场梦 里面有三个展厅 在这个展厅里面呢 也可以看到一比一的大力人的复制品 记者杨柳一报道 虹桥综合交通枢纽 是一座级机场高铁等交通运输力量 为一体的大型综合交通枢纽 日均客流约为110万人次 眼下又新增了市域铁路机场联络线 市运行正有序推进 今天消防深通地铁 以及属地单位联合开展 大型灭火救援综合实战演练 演练模拟 市域铁路机场联络线 列车在行驶过程中 二号车厢突发火情 而乘客用车载灭火器 无法扑灭 在拨打119报警的同时 应急预案启动 微型消防站队员携带装备至站台 消防总队先后调集周边消防力量和地下空间灭火救援专业队赶复复处置 演练明确消防救援专用通道和群众疏散路线以防对冲 救援力量进入现场后 利用强势消火栓出水进行近距离初期扑救 此时搜救组发现一名被困群众 由于现场为地下空间长距离封闭环境 于是采取接力救人的方式将伤者移送至安全区域 在电梯内也有一人被困 绳索专业队抵达现场后 通过双绳技术沿电梯井下降开展救援 两个攻坚组进入起火列车 采用夹击战术从燃烧车厢两端向内推进 最终成功找到起火点 现场列工小组即将迷火不灭 此次演练设置了单位自救 消防专业处置 增援编队演练的六大模块 出动消防车36辆 应急联动车辆12辆 各级队伍1000余人 我们作为全市的高风险的最高风险职业 前期已经跟各单位对接 做了13个预案 实际上这一次演习 就是对当初应急预案的一次正式的检验 通过这个演习实现这样一个目的 同步也提升了我们的战斗力 记者陈俊杰报道 加州嘉定区嘉城路900龙的李老伯 向我们的爆料平台反映 9月8号晚 他乘坐小区电梯下楼倒垃圾 没想到电梯突然从12楼下坠到了负2楼 而电梯里的呼救灵却无人应答 这个2021年交付的小区 电梯故障频出 两年前我们就报道过 电梯井内竟然能够提出50桶水 如今又发生了电梯下坠事件 居民乘梯安全如何保障 记者展开调查 李老伯说8号晚上自己刚踏入电梯 电梯就突然下坠 等电梯停下电梯门打开 李老伯发现自己已经从12楼下坠到了负2楼 事发当时李老伯立即按了电梯内的呼救灵 三方通话却没有人应答 对此物业表示呼救灵连接着小区总控值班式的一台座机 事发时正值物业人员交接班 然而10号上午10点多 记者尝试在教乡内按了急救灵及三方通话的按钮 也没有工作人员应答 物业经理表示将加强管理确保值班式24小时有人应答 那么电梯为何会突然下坠 对此电梯围保单位人员解释说 因为有一处门锁松动了 所以电梯进行了自我保护 发现那个就是叫门的一个门锁 门锁锁钩的话 它是因为距离就是有一点偏移 就导致它门锁没有打开 然后门的话就启动了一个就是保护的一个机制 然后电梯就往下返 然而电梯在事发的三天前刚进行了围保 9月5号就来做围保 9月8号出现了这个问题 至少给我们一个安全感 针对此事 属敌南翔镇表示将督促物业围保单位加强后续管理 我们这边也会要求物业后续再进一次全面的进行排查 有相关的故障知识报修 嘉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也书面回复称 已经约谈小区电梯围保单位 对其是否依规围保开展调查 同时要求其对该小区17台电梯进行全面隐患排查 记者张倩报道 近日地铁三号线上发生了惊险一幕 一名男乘客在车厢内突发心脏骤停 不省人事一场急救行动迅速展开 好在救助及时该乘客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地铁列车停靠宝山路站后 驻站民警和地铁工作人员立即上车 将心脏骤停的男乘客转移到了站台空旷处 此时男乘客的瞳孔开始散大 好在站台上刚好有两名会急救的乘客 其中一名还是华山医院的护士 两名乘客和地铁工作人员轮流为男乘客 做心肺复苏按压和人工呼吸 在心肺复苏按压和人工呼吸急救的间隙 地铁工作人员还拿来了AED自动除颤仪 为心脏骤停的男乘客除颤抢救 经过10分钟急救 男乘客终于恢复了心跳和部分意识 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后 继续为男乘客进行了10分钟更为专业的急救处理 慢慢的男乘客恢复了交流沟通能力 随后男乘客被送往父亲医院做进一步的治疗 目前男乘客仍在医院治疗但已脱离生命危险 上海电视台记者报道 今天上午一条房产中介因为没有招揽到客户看房 跳入苏州河的视频在网上热传 警方调查发现发布者杨某是一名房产中介 他摆拍并发布这条视频只是为了拨眼球 再也不想做中介了 这么多客户一个没搞定 放开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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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中杨某因为做不成生意 就从浙江路桥上跳入苏州河 当得知有客户看房时 又马上游向岸边 顺着同伴放下的绳索爬上岸 半个小时是吧 可以啊没问题啊没问题啊 那我把合同准备一下 苏州河水上派出所发现这条视频热传后 很快找到了视频发布者杨某 据杨某交代 他出于拨眼球的目的 自编自导自演了这个微短剧 民警随即对杨某进行了批评教育 目前杨某已主动下架视频并道歉 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这样的行为是非常不安全的 请大家不要向我学习 引以为见 这个动作很危险 记者毛红人报道 进入夜线角色 自2016年起 浙江杭州萧山机场公路主线收费站 实行单向收费 运营车驶入机场是不收费的 驶离的时候收费 但是呢不少网友表示 出租车和网约车司机 违规向进机场乘客 加收过路费 如果乘客不愿意 还可能会被拒载 事实如何 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实地调查 在杭州街头 记者用不同软件轿车 前往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经过实测 记者发现 仅专车服务在费用上 没有出现额外加价 出租车和网约车 均存在额外私下 加收过路费的现象 机场区有个二十块钱 费用现象付的 那就是机场的高收费用 你说一下 咱们呢 你突然有个二十块钱 常坐飞机都应该知道的 我们都是这样收费的 那你这二十块钱 能开那个 看不了就可以取消 反正从前前后后 我做五六次的 杭州他们都这样的 每次都说的 2016年浙江省发布相关政策 杭州萧山机场公路 主线收费站 采取单向收费模式 一辆车不超过九座 进入机场免费 驶离时需缴纳二十元过路费 然而出租车和网约车 违规转嫁过路费 已经演变为行业前规则 明知违规 却我行我素 网约车司机普遍表示 由于在机场等候 接单的时间比较长 而大额订单又少 他们常常空车返回市区 为了弥补损失 他们冒着违规的风险 试图提前把离开机场时 缴纳的过路费 转嫁给前往机场的乘客 调查还发现 近年来杭州市内出租车 网约车数量不断增长 让行业利润出现下滑 这也是导致司机违规操作的原因之一 目前杭州出租车起步价13元 10公里以内每公里收费2.5元 超过10公里每公里收费3.75元 而有些经济型网约车里程收费标准 只有出租车的一半 根据杭州市交通运输局公布的数据 截至今年6月30日 杭州市取得相关从业资格证的驾驶员 有37.34万人 办理网约车运输证的车辆 共有13.49万辆 今年第二季度 杭州日均活跃网约车为8.21万辆 同比增长21.33% 不过网约车单车日均订单量 同比下降4.52% 单车日均营收环比下降5.78% 那可以看到 对于这笔额外的机场过路费 司机和乘客各有各的理由和难处 那么这笔过路费到底该由谁来支付 又该如何收取 我们来听各方的建议 2023年杭州市交通运输局就提出过方案 出租车进出萧山机场公路主线收费站 在计价器外加收每车次10元的特别补偿费 并出具费用发票 进出收费站发生的车辆通行费 作为运营成本由司机支付 但相关征求意见公告至今没有实行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这个政策跟出租车领域的不调适 要么调原来路的收费政策 要么采取别的收费方式 去满足司机的成本消化来对冲它 有网约车司机建议 要明确责任划分 进出机场公路主线收费站分别计费 还有网友呼吁取消过路费 但据了解 杭州萧山机场公路是政府还贷收费公路项目 于2016年通车收费 收费年限15年 完全取消收费 意味着政府要背上贷款债务 过路费的争论看似是费用问题 实则指示出管理与服务上的短板 乘客期望明码标价 而司机受困于成本压力 采取了一些非常规的手段来弥补损损 但是既然法规不允许 营运车辆就不应该收费 政府部门应尽快想办法协商 争取各方认同的最大公约数 来提升整体社会效益 好 接下来我们要转换话题 今天财政部证监会 分别对普华永道开出顶格罚单 依法罚莫合计4.41亿元 财政部官网显示 对普华永道涉及恒大地产 2018年审计项目的违法行为 给予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罚款共1.16亿元 暂停普华永道经营业务6个月 并撤销其广州分锁 相关签字注册会计师被吊销证书 同时证监会调查发现 普华永道在执行恒大地产 2019-2020年年报审计工作中 为勤勉尽责 例如审计抵稿严重失真 现场走访程序失效等 并且为两年的年报 出具了标准 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证监会表示 没收普华永道涉案期间的 全部业务收入 并处以顶格罚款 合计罚末3.25亿元 普华永道中国 与普华永道中天 已经发表声明 表示尊重并坚决服从 相关行政处罚决定 在土耳其昨天举行的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执委会会议上 瑞士独立检察官科蒂尔 在其最终审查报告里确认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对中国游泳运动员 污染事件的处理 没有偏颇 科蒂尔认为 没有任何证据表示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WADA内部或外部的 任何实体或机构 干涉或干预了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审查 调查也没有发现 WADA在审查 中国反兴奋剂机构的决定时 有任何违规行为 此次审查非常详细 涵盖了确定是否对 该决定提出上诉的 所有相关问题 科蒂尔向职委们建议 需要进一步明确 世界反兴奋剂条例 和各个国际标准中的 一些规则 尤其涉及群体污染方面 WADA内部某些管理流程 也需要优化 科蒂尔表示 中国反兴奋剂中心执行 反兴奋剂规则中的瑕疵 没有改变事件的结果 也不会改变污染的结论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总干事 尼格利对科蒂尔的最终报告 表示高兴 并指出 WADA和其他机构 将从本次事件里吸取教训 这场风波要追溯到三年前 2021年的全国游泳争霸赛中 中国反兴奋剂中心 检查结果显示 有运动员的样本 呈极低浓度的 曲美他勤阳性 中心经调查后认定 所涉运动员 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 涉入了受污染食物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随后对该案进行了充分审查 认为检测数据符合污染可能 不按兴奋剂违规处理 然而今年4月 美国反兴奋剂机构 却要求重审此事 随后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在当月的执委会上 邀请科迪尔对此事进行审查 科迪尔完全独立于 WADA体育界和政府部门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昨天宣布搭乘该公司龙飞船 执行北极星黎明航天任务的 两名非职业宇航员 当天完成了全球首次商业太空行走 美国东部时间昨天早上6点12分 在近地点约190公里 远地点约700公里的椭圆形轨道上 太空行走正式上演 顺利打开舱门 抓着扶手 小心翼翼地探出大半个身体 蔚蓝地球近在眼前 非职业宇航员艾萨克斯和吉利斯 身穿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设计的 舱外活动太空服先后出舱 分别在舱外停留约12分钟 出舱期间 飞船上另外两名成员 留在舱内全程监控 为安全起见 此次任务不同于以往宇航员 飘出国际空间站相当距离的太空行走 而是两名成员只要出舱 离开龙飞船 就算进行了太空行走 此前 机组成员完成了持续40多个小时的 预呼吸过程 即让船舱内氧气含量 逐渐增加并降低舱内气压 以从机组成员的血液中清除氮气 这样 当飞船减压并暴露在真空中时 氮气不会在他们血液中形成气泡 北极星黎明任务团队 由4名非职业宇航员组成 艾萨克曼是美国支付服务商 Shift4支付的创始人兼CEO 波蒂特是一名退役美国空军飞行员 梅农和吉利斯 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工程师 10号他们搭乘龙飞船 从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 共计将载轨停留约5天 当地时间昨天深夜 美国波音公司大约3.3万名工人 投票决定罢工 罢工从当地时间14号0点正式开始 本月8号 波音公司和其最大的工会 国际机械师和航空工人联合会 达成初步协议 波音承诺在四年期限内 员工工资将总计上涨25% 同时降低劳工的医疗保险成本 并增加休假时间等 不过这份协议与许多员工要求的 40%加薪幅度 仍存在较大差距 从9号开始 数百名机械师在波音工厂内外 举行抗议游行 工会方面决定 就是否接受协议和举行罢工进行投票 结果96%的工会成员赞成罢工 参加罢工的这两地组装厂 主要涉及的机型为波音737 MAX 波音767和波音777 长时间的停工可能影响飞机交付 昨天欧洲央行货币政策会议 决定自18号起 下调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 其中存款机制利率 下调25个基点至3.5% 主要在融资利率和边际借款利率 均下调60个基点至3.65%和3.9% 这是欧洲央行今年6月宣布降息后 再次下调利息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当天表示 目前经济复苏仍面临一些阻力 但是预期复苏将逐步加强 降息政策将有助于提振消费和投资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夜线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 祝您晚安 再见 再见